大灣區STEM 卓越獎 2020年新增了人工智能組別 透過不同人工智能技術 解決日常生活問題 參加者可提供演算方法 及應用程式設計概念或作品 評審的準則包括 創意應用、演算方法原理概念 可行性及表達技巧 洪會長可否給我們一些提示 或分享過往的例子 在人工智能方面 我們可以找一些方案 例如解決我們怎樣利用 人工智能去判別 對與錯的答案 例如可以是 人工智能的對話機械人 亦都可能是 人工智能的圖像識別 我想在現在的應用 很多時候我們可以利用 以及已經有的人工智能的模組 再加上一些創意 進行少量的編程 去解決日常生活的問題 其實問題可以解決一些 例如日常生活 可能是日常家務 可能是學校要解決的事情 這也是很好的例子 這也是很好的例子 照顏 設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